字幕提供 剛漏了拍素 剛好左邊還有一根 我把那根畫一次給各位看看 首先你刮的顏料就要有一點技巧 這個是長畫刀 把顏料你看它在一邊而已 我在你現在視覺上的左邊 那左邊的意思就是我這樣放這樣推 它就是會形成這個的鞍面 那也就是這個樹的鞍面 我們就是要打算用這個方式 那它有彎彎曲曲 你就先不要管那彎彎曲曲 先把直的那部分做起來 放好然後慢慢慢慢貼到畫布了 貼好了以後然後帶拖過來 你看那個樹皮的紋路都被我們畫出來了 這個是一個很實用的 你如果在外面寫生 那這個是超快的 這個大概一下子你就可以把它畫畫完了 第二筆呢你要隨著光線 比如說這邊比較比較暗一點 因為它樹葉擋住 那下面它就會比較亮一點 你看我放了一點點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色彩明度也不是白色 但是它明度上會有樹皮的光影的效果 我們把樹皮畫給各位看看 壓下去平放 然後拖過去 你就會看到這個樹皮 它的暗面有反光有這個斑駁的現象 在這裡的時候你會看到 不要把整個樹幹都畫完 你就是一半一半 什麼叫一半一半 就是你會會輕就是會踏到別的樹的後面的背景 或者有天空或有其他 它不是單一的背景的時候 你先需要處以天空跟樹葉之間的關係 這個叫做什麼關係 它就是一個樹洞的關係 所以樹洞的意思就是樹葉在洞前面 所以必須把這個樹葉它的重疊的這種特色 就把它放進去 這樣才能夠造成樹洞的感覺 我做一個看看 我們先把這個 你看它的樹洞它就有葉子的感覺了 這個筆不夠開插太整齊了 所以開插的筆就不要丟掉 現在就把這些樹葉的部分放進去 我找一支開插的筆來 如果沒有開插的筆也沒關係 這種點狀的筆也可以 就是這種0號、2號的這種筆 這很細的 假設沒有的話 我在一時間找不到 剛好可以讓各位知道這個是怎麼樣 因為它點出來都要點在什麼 點在我們的 有點想像力就對了 點在我們的兩個色塊之間 然後有時候壓下去 有時候用點的 那重點在於 不要變成厚土而已 尤其這種色塊它很大塊的時候 像這個很大塊的時候 你就需要有一些點在中間 否則的話它這麼大一片 你就好像畫一個弧一樣 好 好 樹如果在樹洞都好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它的邊緣 非樹洞的地方 你需要雕出一些 長 不同的形狀的葉子裡面的 這種滲透進去的感覺 那通常你要雕在哪裡 我舉個例子 好比說這一塊這條線 或者這條線它很長對不對 它就覺得很突兀 你就讓它點進去 然後這個部分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讓它進去一點 好 那剩很大一塊的 你中間要點一個 這樣就好了 這樣的話它就不會覺得 這一塊顏色 這一塊顏料是 後面往進去的 各位可以看到畫面 其實它就五圓六色的洞 那這些葉菌 待會兒我們快乾的時候 我們再用畫刀 輕輕刮掉某一部分 它形成這個光線的穿越 好各位看到拿到小畫刀就是代表我都要做一些光線 光線的穿越 光線應該照理說在亮面 那其實在暗面也有 那我們先做暗面再做亮面有個好處 你暗面的顏色刮過去它就很深光芒的效果 所以你需要一個霧狀的暗面 它才會看得到光芒 那我們先把霧狀的這個暗面先把它做出來 跳著畫就好 這樣的話你可以把暗面的這種筆觸拿走 你就曉得我們在畫畫裡面 我常常講到的暗面它是沒有筆觸的 所以你就看到很厚圖的或者在暗面裡面 比如說像這一小塊 比如說像這樣一小塊 或者是這樣的你需要把它 把它局部的讓它不見 不見了呢最好這種局部的就是畫到這種小的三角形 前頭你就可以用來做這一種 色塊的這個Edge把它抹平 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樣的一堆芒草各位在路上到處都是 有人在寫生更多 如果你一根一根的去找出它的想法那就很麻煩 基本上你的芒草它就是一個半圓 一半圓它就有明暗的交界帶 交界帶在哪裡呢在這一個圓帶裡面 那它有個交界點它就正後方 那這個很容易解決 我們先把交界點的這個暗面放進去 意思就是說我加到Altramarine 這裡是Altramarine 然後呢夠大 要夠大才能夠形成它最後面的暗面的空間 這樣子的話你的暗面它就有了 它這個球體的最暗面它有了 有了以後你有這個明度作為比較的基礎 然後繼續往交界帶 我們剛剛是交界點 我們把交界帶畫出來 那這個芒草就變成一個球形 像這個暗面跟亮面一樣有次交界 那次交界怎麼做 我們剛才那個暗面我們是故意厚圖 然後你用畫刀你把它帶出去 它就一條一條的 那這個不要用力壓 否則它那個會全白的白色就跑出來 那你如果只是一半的這種力道 它的底色它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亮面跟暗面 而且同時你就做出了這個芒草在暗面裡面的 這個叫做質感 我們來看看如何表達最靠近我們這道光線 首先你可以用畫刀 那畫刀沾上的顏料差不多是這一種感覺 然後你把它沾在右邊的這一側 因為我這上面有個很銳利的邊緣 所以你只要把右邊稍微重疊的覆蓋在這個原來的色塊上 那它一下顏料就沒了 然後再來再去補一屆 那你在補的時候呢 我剛開始是白色比較多 再來呢黃越來越多 就是色彩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光線也會產生了一個 這種漸層的一個色彩 然後再來黃就更多 然後甚至你就加一點點deep yellow deep 那你就會產生這個光 它慢慢慢慢慢慢走進這個畫面的這種感覺 那為什麼要用畫刀 簡單的說我們是要做出這種顆粒狀的這種感覺 那你說這裡怎麼辦 這裡待會兒你畫刀一滑過去就沒了 因為它很厚 而且它也不會很快就乾 所以你絕對有充足的時間去把它滑開 那我們把顏色加了一點別的 讓它的變暖 從冷到暖 這個都厚圖 這厚圖為什麼要厚圖 因為你看我現在保留了這個厚圖 你就會看到因為它近景 那你是不是要做出這個草的感覺 那你如果厚圖隨便一拉 它就是一堆草 不要很整齊的拉 記得不要做樓梯 就是一格一格的 你覺得好像這樣子是比較微 那就記得不用去做一個很整齊的 所以你壓下去以後就很隨意的拉起來 壓下去隨意的拉起來 你就做出了一些草的感覺 再來把顏料推開 當我們這個光塊消失的時候 這裡叫光塊消失 那麼它就產生一些色彩 我們這裡的白色就比較少一點 它就是一個色彩 甚至你可以把剩下的畫刀 用這個方式塗抹 為什麼 因為待會你要刮上去的厚圖 這個厚度越不一定 它越來越自然 然後再加上去的 你買給我 好 那你一定要做 你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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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我通常会把眼睛眯起来看一下 就是我所希望的表达的感觉 那有没有很奇特的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会很快速的用一些画刀来修整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平面的阴影 它可能不太够 那我就会把阴影的部分再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阴影感觉 它就会更立体 它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是模糊 外面的这个交界的轮廓它就更立体一点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亮面里面的这一个芒草 它应该有一块完全反光就这样子 所以它不应该有笔触的地方我们就把它给顺手抹掉 然后这个凸起来的部分我们把外面带出去 让它产生这种所谓光运的这种错觉 那因为多余的颜料它通常有很大的覆盖效果 所以我们刚才画的很僵硬的这种部分呢 它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它又有光运的感觉了 好那现在就大概大致上就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